第一例是15667 15667他是在一個管理公司當員工 那他的感染源已經大概知道是新北市的確診者15604 那他所到的場域是7月16號的下午2點到3點半 台北市立美術館中山區中山北路 3點半到4點他到捷運原山站 然後搭車到捷運之山站 在7月17號的1點25分到8點56分 他有到洛基大飯店的南京館中山區的南京東路 第二個案例是15680 15680他是在約翰紅茶公司內湖店內湖區的江南街 那他工作的時間大家可能需要知道一下 7月10號早上10點23到下午3點04 7月12號下午3點54到9點36 7月18號9點53到下午3點的02分 7月19號是12點54到下午6點02分 7月22號是9點54分到下午4點04分 第三個案例是15681 15681他在7月21號早上6點到7點半 還有22號早上6點07分到7點半 23號的6點01分到7點半 都在Warddream大直電的中山區體挺大道的健身房運動 第四例是15682 15682他也有一個確定的感染源是新北市的15675 那他在7月22號的時候晚上7點40分到10點10分 他在台北長春國賓影城中山區長春路看電影 所以這四例目前都是有確知的感染源 那但是他們所到過的場域都已經完成清銷 那我們今天公佈主要是要提醒 那個時間點可能會在那個場域 跟他有接觸的民眾大家要提高警覺 那每個里長都在問 這普渡到了 到底有沒有什麼規定 原則上是這樣 繞境、進鄉 這群聚活動太厲害了 所以目前還是不贊成 不開放 平安餐、福縣、聚餐 那這暫時還不要 那所以是這樣 那個關於拜拜是這樣 如果有戴口罩 還有量體溫 還有實名日 還是可以辦 那盡量沒法做嘛 維持一個空間 我們現在是50人以下 室內50人以下 室外100人以下 那一般說我們辦幅度會超過人數 那怎麼辦 如果你超過那標準 那就事先來申請 所以目前的規定還是室內50人以下 室外100人以下 如果你要超過要來申請 我們再看看 你的防疫計畫怎麼樣 這是給宗教團體的 那里長比較關心的 其實 規則還是一樣 原則上是不吃飯 戴口罩 勤勤手 量體溫十連制 反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人數是 慢慢解開 那另外我們現在是這樣 一旦入境你知道 都要換到這個 防疫旅館 要觀察14天 然後在解封前你知道 每個都要做這個PCR 那所以因為這樣你知道 我們事實上在6月就已經上線了 這在過去一個月裡面運作還不錯 我們現在有比較更精進 因為這個 入境以後住在旅館 那你住旅館 你要去醫院做PCR很麻煩 所以乾脆我們就把這個做PCR的設備 什麼換到公社上面 其實這公社是 我看那個也是可以去申請專利的 因為那裡面還有鎮壓 還有冷氣還有什麼 那個反正一大堆這種 我自己去檢查過還不錯 然後我們將來 這個做PCR的做一邊 然後給他隔開以後 另外一邊是可以打疫苗 然後從不同的門出入 這個 我覺得設計還不錯 護理人員走一個門 病人走另外一個門 然後打疫苗走另外一個門 全部 分艙分流你知道 那這就變成我們台北市的 怎麼講 防疫的機動巴士 你有需要 一般那個 入境以後在旅館住14天 滿14天之前要 要做篩檢 我們那個旅館前一天就會把那個 明天要 滿14天的有哪些人 通常在前一天 因為還要等報告你知道 大概會在12天的時候做 他們先做列測 我們車子就開去 然後人就下來 坐完再回去繼續住 那等報告OK 那就可以 就可以出來活動了 另外 萬一有那種特殊專案 比如上一次那個松山附贈事務所 我們就可以把車子緊急開去 做臨時的這種PCR檢查 所以這個 這個隨著疫情的進行你知道 我們開始讓 整個防疫要更有效率 所以這個 反正我們在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步 在未來的過程當中 有各種防疫上的需要你知道 我們就發明新的方法來處理 市長華氏這邊首先先代替台視 TVBS還有一點提問 有關於這個AIT油漆公安這個部分 那他這個確診的部分的話 他是無症狀或是輕症 他的CT值大概是多少 那麼相關的匡列還有後續的篩檢 結果大概是如何 是否有群聚的現象 那麼AIT方面是不是 是不是有向市府要求有什麼樣的協助 會不會請他們要進行全面的篩檢 我想我們不方便證實 他的工作的地點 但是 只要是確診了 我們都已經做完相關的疫調 那相關接觸的人員也都進行匡列 所有的工作場所裡面只要有接觸跟 相關的場域我們都已經看過 而且都已經完成傾銷 所以就這個部分可能 我們是來公佈足跡 讓大家知道 要提醒公眾 而不是公佈 個人的隱私 接著追問請問一下 那根據疫調他是否確實已經有打過兩劑的 BNT的疫苗 我們是公佈要提醒社會大眾的足跡 他個人的部分我們不方便證實 另外代替東森提問就是說 傳出在 四五月的時候 其實在AIT這個外館的部分 已經都 他們都接種了兩劑的BNT疫苗 請問是否屬實 那如果屬實的話想請教市長 怎麼看在國內疫苗 依然緊缺的狀況下 他們已經完成了疫苗的接種 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可能要去要問一下中央吧 因為AIT畢竟是 他有外交 外交在管理的 還有想請教就是有關於內湖飲料店員工的部分 也是想請教有關後續的篩檢以及匡列的結果 另外還想請教就是他的植物是不是比較牽涉到比如他是比較內勤或者說外送的部分因為畢竟他們的地點是在內科 所以可能如果有外送的話是不是會接觸到其他的一些比較多的人 各位我們還是要強調一次就是 我們在疫調的時候已經確定他的一些足跡 然後他所接觸到的人幾乎能夠聯絡的都聯絡上 那他本身是公讀生而已 所以他是在 飲料店裡面工作 那目前為止 該匡列的人員都已經做完匡列 那公司也都全體去做篩檢 重點還是在於說 COVID-19不是接觸就會傳染 而是他有飛沫感染 所以一定要接觸的時間夠長 所以不是你只要拿了他的飲料就會被感染 這個部分我想還是要提醒 跟大家說明並不會有這麼高的風險 最後同樣想請教 然後這代替TVBS來提問 有關於健身房 目前看起來是成了確診足跡經常出現的地方 市長會不會認為這是從足跡看來 這是一個屬於高危險區 那麼確診者去了這麼多天 目前匡列多少人有多少人篩檢 然後裁檢的結果大概如何 目前有關健身房有三間 那三間本身 所有的場域都已經傾銷 接觸過的員工也都已經匡列隔離 那甚至跟他一起 在當時同一個時間運動的 民眾也都被匡列隔離 也就是說我們匡列是非常確實的 但是不會 有問題的不是這個場域 有問題的應該是確診者足跡到過這裡 像我們台北市立美術館也有兩位的確診者足跡 但我們不會說美術館是個危險的場域 然後另外就是年代一定是還要替東森台市一起提問 就是長春國賓影城 他有12位員工想請教他們的PCR採檢都完了嗎 然後那麼他們的採檢結果為何 然後另外還有10位的同場觀眾 是否是否都已經聯絡上了 加上影城附近有 速食店補習班飲料店等等 有沒有要擴大匡列疫調 而且台北市提早開放了影城 但是兩週之內已經有兩間影城中標 市長會不會覺得太早解封 會不會考慮再限制進場的人數 謝謝 有關影城的部分 當天一發生我們就依照他們的當時的看的場 場次 然後已經找到裡面的 實聯制還有 有兩位是會員 所以裡面其實只有10位客人 那 影城的員工也都去採檢了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任何陽性的回報 那目前為止 一個影城旁邊當然會有很多商家如果 只要他沒有接觸過其實不用那麼寵慌